如果中國膽敢入侵台灣的話 他要幹嘛 不會派轟炸局去炸北京 我跟他在說 如果以現在的這個美國的局勢條件 轟炸北京來說的話 北京搞不好是毫無招架之力 可是北京不是有很多防空系統嗎 他不是有紅旗舊 而且他有薩姆300 薩姆400嗎 他的薩姆300 薩姆400 在烏克蘭戰場上面來說話 完全沒有任何的抵抗 就把你打掉 這個紅旗系列也是一樣 巴基斯坦那你抱怨說 你紅旗事業根本就沒有啟動啊 中國程訊新聞它變成這樣 他們打了六發的攔截彈 全部打工 你碰到了美國的ATS驗 你英雄無用之地 我們最近特別談到的是 美國國王部的部長辦公室 中國科的前科長包什克 他投書到了國會山莊報 國會山莊報特別把它給看出來 你們特別提到說 他強烈的建議說 如果中國膽敢侵犯台灣 那就代表你是對美國的一個宣戰 我們最近也談到的是 現在在美國要求這種戰略清晰 就是直接警告中國 你不要起舉妄動 你如果起舉妄動的話 美國一定會介入 就沒有想到 川普居然在他一個支持者的 募款三會裡面直接講 他說如果中國膽敢入侵台灣的話 他幹嘛 會派轟炸局去炸北京 而且你講說 現在如果美國真的去炸北京 對中國進行任何轟炸的時候 中國竟然沒有任何的抵抗能力 對沒錯 抱歉 事實上過去一段時間來說的話 這個拜登已經連續講了四次 就是說我會保護台灣 但是川普從來沒有說過 他在他總統任內的時候 他就說我要保持這個模糊 我不告訴你 可是他在最近期的時候 他在一場募款的活動中間 因為他是對著他的金主們說的 他說什麼 他說如果在我的任期之內 如果中國敢入侵台灣的時候 我就會用轟炸機去轟北京 他用轟炸機 我會把他轟掉 就把北京炸掉 這樣一個狀況 當然他還提到了俄羅斯 對 同時他說 我也會把這個莫斯科炸掉 所以看起來的話 他的態度是相當強硬 講這麼兇 對 可是之前他在接受電視訪問的時候 那個記者曾經問他說 如果今天中國膽敢侵犯台灣的話 你會做什麼動作 他說我不會告訴你 對 我真正答案不會告訴你 因為我這中間有一些空間 結果沒有想到對他的支枕的時候 他直接講 他要轟炸北京 對所以你看他說這個報道裡面說 他的姿勢都嚇一跳 因為他過去不是這樣的態度 那他為什麼轉變成這樣的態度 因為現在越來越多美國 兩黨都同樣知道 台灣絕對是美國的核心利益 不能夠讓中國奪走 我們那是讓 你說現在對他們來講 台灣跟美國已經綁得越來越緊 對好 那為什麼川普在這個時候 180度的大轉彎呢 我跟大家講一個狀況 因為川普他最重是什麼東西 大家知道嗎 他最重是美國的股市 在他任內的時候 他在他的ex Twitter上面來說 講了一百多次美股創新高 所以他很知道 美國的經濟命脈在什麼地方 現在美國經濟命脈在哪裡 AI 對啊 所以他不見了 所以他現在知道了 他現在完全知道 目前的格局跟過去是完全不一樣 而且他講說 他會轟炸北京這件事情 抱歉 到底做不做得到 我跟他說 如果以現在的這個美國的軍事條件 轟炸北京來說的話 北京搞不好是毫無招架之力 可是北京不是有很多防空系統嗎 他不是有紅旗球 而且他有薩姆300 薩姆400嗎 對 抱歉 目前為止 我們會證明說 這幾天我們不是在講嗎 他的薩姆300 薩姆400 在烏克蘭戰場上面來說話 被烏克蘭完全 用這個所謂陸軍的這個戰術飛彈 就直接把你機會 完全沒有任何的抵抗 就把你打掉 目前為止 這紅旗系列也是一樣 巴基斯坦 包含說 你紅旗事業根本就沒有啟動啊 所以他的主要防空的武器 紅旗系列 還有這個薩姆300 薩姆400 完全針對美國的飛彈 搞不好說一點作用都沒有啊 你說現在 他的陸軍戰術飛的ATSM 在這個拿到了烏克蘭手上的時候 對 他已經進行了很多波的攻擊 很多波的攻擊的時候 這個當地 都有薩姆300 薩姆400作為防空之右 結果沒有一個攔得住 而且他有一個時間 連續發了6枚的ATSM 竟然沒有1枚被攔住 而且全部命中目標 對 而且你知道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美國也把這個F22派過來 F22派過來什麼意思呢 我就是我有能力進去中國了 你完全都不知道 也就是說他現在為止 他美國都做了非常多演練 所以美國 這個川普說這樣一句話 因為他也當過美國的總統 他當然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他們絕對不是在開玩笑 川普第一次表達 如果中國要入侵台灣的時候 我會把北京炸掉 而且現在 不但是剛剛講 你川普講話 不但是美國的 所謂的國防部部長辦公室 前中國科科長表達說 你敢入侵台灣或是侵犯台灣 你就等同於對美國宣戰 現在包括什麼 包括第七艦隊的退役上校了 包括現在所有的 剛剛講海軍陸戰隊的高級錢包官 包括他們現在過去的亞太助理國務卿 全部都表達共同的想法 也就是不准中國輕舉妄動 對 事實上你從這個川普的說法是 他要嚇阻你之外 現在美國的軍隊都說 北京虛明白 我們不是在開玩笑 也就是說 他要讓北京知道 我們不是在開玩笑 這個軍方的立場是這樣 美國是完真的 對 美國的政界立場似乎也是這樣 尤其是這個退役的這個海軍上校 他說什麼 這一次的這個環台軍演的話 他認為中國的環台軍演是在測試 台灣 日本還有美國的紅線在哪裡 那我們也必須給他回應 他就說我們要怎麼說 北京方面必須知道 我們不是在開玩笑 要明白 我們不會允許中國侵犯台灣 而不付出重大的代價 因此他說他的建議是 我們目前要兩艘航空母艦 要挪到換日線以西 在第一島鏈和第二島鏈內 至少兩個航空母艦群 在海上運作 對 就是常年的 因為我們知道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這個他美國並沒有 那麼多航空母艦群 在西太平洋上面走 他說至少要有兩個 所以在西太平洋 要有兩艘長輩的航空母艦巡役 好 第二個是什麼 他說美國 要美國總統在國內 要發動這個軍事動員 就演練軍事動員 軍事動員什麼呢 我們在第一個時間 能夠很快的這個 對美國還有亞洲的武裝 這個侵犯美國 跟亞洲的國家武裝 要發動攻擊 那緊接第三個是說 我們現在要鎖定 開始檢討 要鎖定 中國大陸一些關鍵目標 就直接要打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炒那個目標 等一下打下去了 所以川普說 我要轟炸北京 結果沒有想到 第七艦隊的前情報官 居然講 我要把中國大陸本土的 關鍵目標給鎖定住 尤其是他要跟他的盟友 一起這樣做 那一起這樣做的話 那當然就是這樣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來說 他說另外一個 這個也是專家說 這個如果這樣 如果中國跟我們開火的話 真的那意味 就是全面開戰的事 就是如果中國 對台灣發動攻擊的時候 就是全面開戰 所以現在你可以知道 美國軍方的說法都是 你敢入侵台灣 或是你敢動台灣的時候 就是對美國的全面開戰 而且這個美國海軍陸戰隊 前高級情報官 山姆他這麼講 他說如果你真的 膽敢犯台的話 美國怎麼辦 美國可以從北部的日本介入 從南部的菲律賓介入 也可以從台灣的東部介入 對 所以現在美國 都已經有相關的這個演練 跟相關的這個設想 好 那除了這些之外 我們不是講到嗎 為什麼這個中國會 這個所謂川普說 轟炸中國是可以做得到 我們就給大家講嘛 事實上最近 這次還是中國的網站報導的 也就是中國騰訊新聞 他們想 他們打了六發的攔截彈 全部打空 SAMS400還被打穿 他們講說我花了這麼多錢 我去買SAMS300 買SAMS400 SAMS400 號稱是 現在全世界最好的防空系統 可是你碰到了美國的ATSEM 你英雄無用武之地 對 好 為什麼中國 會非常重視這個消息 這是中國媒體發出來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保洁那事實上 他買這個SAMS400的時候 他們當時是 這個中國 印度 還有土耳其三個國家 都跟這個俄羅斯買 就像中國斥資30億美金 購入單價高達5億左右 它其實是比較貴的 那另外一個狀況來說 他後來還買了非常多 所以買進來之後 結果沒想到 我們中國現在的防空主力 是薩姆300 薩姆400 還有他們自己的紅旗酒 那他們的 當然薩姆300 薩姆400 是目前為止 看起來是比中國好 結果沒想到 這一次在整個 俄武戰場上面來說 他們就說 這個太誇張了吧 他說我們這個 原本是說俄羅 這個烏克蘭說 我們打爆這個 所謂 這個俄羅斯的 這個薩姆300 薩姆400 這是放出來的消息 結果後來現在呢 就說什麼 這個俄羅斯說 沒致進事 結果沒想到 烏克蘭再把畫面 丟出來給你看 他的丟出來給你看就是這樣 你看 這邊有他們的這個 三組的薩姆400的導彈車這些 結果沒多久之後 這些都完全不見 全被打掉 被打掉 而且在被打掉的同時之間來說話 薩姆300 薩姆400 是有發射上去的喔 對 他的確是有偵測到 你有ATSEMS來喔 發射上去喔 但是完全落空 沒有打到 你說這些攔截飛彈 全部擋不到ATSEM 完全打不到 六美完全打不到之後 結果後來這個 兩顆的這個ATSEMS 就直接把它打掉了 對 所以就說你 我來的時候你發了很多顆 發了很多顆都是空爆彈 結果最後我兩顆就直接把你幹掉 所以等於是 中國看到這個畫面之後 完全傻眼 這是我們的主力啊 而且ATSEMS 並不是美國現在 最強的飛彈啊 最大事實上 對中國來說 他真的是完全看到這個 完全是心怕怕 而且ATSEMS的彈頭 他可以做各種不同的組裝 這種不同的組裝 現在用在烏克蘭的戰場裡面 他居然裡面 這裡面 這個是他的彈頭 裡面有950個M74的極速彈 對沒錯 因為他是所謂的戰術飛彈來說 他可以在裡面裝不同的這個火藥 或是裝不同的飛彈 變成不同的形式 你看他們這裡面來說 看給裝了這個M74的這個極速彈 在這裡面之後 你他們怎麼做呢 他們就發射上去之後 這是怎樣 這些所謂被標定的都是很多的這個士兵 很多的這個相關的人員 相關的人員之後結果沒想到 他就來了一顆這個ATACMS的時候 就直接打到這邊 打到這邊的時候 打到這邊的時候 這些極速彈完全都彈出去了 彈出去了之後 你看當時的時候 你看烏煙瘴氣 這樣煙就起來了 煙起來之後 很多士兵就當場 可能就被幹掉了一個狀況 也就是我們以前覺得 你是一個飛彈 一個飛彈是一個點的攻擊 可是沒想到 他是整個面 整個面全部起火了 對你看整個面這樣起火 他還可以分成三 他連續打三顆之後 你看這個整個面整個面起火了 就說我標定這些人之後 就直接把你幹掉 所以等於是 沒多久之後 這個鋼鐵羽就把這些人 完全幾乎是殲滅 由鋼鐵羽來形容 因為他裡面有 那麼多的這個急速彈 就這樣 就直接把那些人 完全都幹掉 所以這就是美國 目前為止的ATACMS 他證明 他在烏克蘭的這個厲害之外 他還證明了就是 薩姆300薩姆400 根本是毫無用處之地 而且這我們講到 他現在已經派了18家以上的F22 這個在美國來講 我絕對不會外銷的 這個對美國來講非常珍貴的 我們就也介紹了 現在F22的性能非常非常的強 就現在更清楚了 現在最新的數字 一架的F22 竟然可以把144架的F15 F16 F18 都不是他的對手 老杰 事實上這是美國在做一個紅旗軍演 紅旗軍演就表示說 紅方就是中國方有非常多飛機 然後跟我們F22做個對抗 那這裡面來說的話 有這個F16來跟我互相對抗 那遊戲規則是這樣子的 我鎖定擊落你之後呢 你就要被退出 但如果你假設你 你擊落我這個 我這個F22的話 我也是退出 就這樣掛掉 就你知道他們互相這樣站 互相這樣站的結果是多少嗎 他們是36比1 就是一輛這個F22 可以擊垮 36輛以上的F16 所以他們是這樣 他說是紅旗久以來 這個軍演F22最佳的這個表現 那為什麼會有所謂的 這個一架換144架 就是說我裡面能夠搭載的武器 足以摧毀這麼多 144架F15 F16跟F18 所以等於是說 你看我在這個Dogfight裡面來說的話 我1比36對F16 而且我一架 我有這麼多的 144可以摧毀144架 這麼多飛機的武器 所以人家才說什麼 他是轟炸機 跟轟炸機有什麼兩樣 另外一個他最近不是在 把他的塗裝改變嗎 然後雷達轉換之後 又可以變成是迷你預警機 所以這兩個加起來的話 你說中國看到這個飛機 他不下台才怪啊 而且他裡面有個 非常精彩的瞄準是 他一架的F22A 是被三架F16給糾纏 是在禁區裡打Dogfight 打Dogfight的時候 我們知道全世界回轉半徑 等於說最能夠打殘斗戰的 就是F16 他竟然1比3的時候 就把兩架給幹掉 兩架幹掉的時候 在第三架的時候 他們倆是同時發射 判定同時陣亡 對 事實上這個裡面來說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 為什麼會1比36 因為保潔F22的攻擊武力太大 所以他在遠距離 就已經把你幹掉 那如果真的打到最後 是要近距離的時候 他1對3 1對3台F16 他是先幹掉兩台之後 還有一台我看到 我也看到 兩個互相瞄準的時候 他們說因為兩個差距不大 所以是判斷互相擊落 所以在近距離 他可以1打3 你就知道F16已經這麼厲害 那你遠距離的能力 又這麼強 你就知道這個F22來到東亞 絕對不是開玩笑的一件事 走 美國的國會三中報 居然推出了一篇文章 這個是過去美國國防部 中國科的科長 包士可 他最近怎麼講 他說華盛頓要做一個態度 什麼態度呢 你要告訴中國說 如果你攻擊台灣 就等於你對美國宣戰了 對 沒錯 我上投出這個是美國國防部的辦公室的 中國科的前科長 包士可 他這個講的是這樣 他說呢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 美國對這個所謂 中國侵入台灣了 要不要去這個資源台灣了 講得很模糊 講得很模糊的時候 其實美國這樣的態度 他認為會讓台灣 還有台灣海峽區域 和全世界的危險 會不斷的增加 所以他認為美國的立場 應該要明確的說什麼 就是說如果中國以攻擊美國資產作為回應 那將是國際上構成對美國的宣戰 並讓中國目前取得的一切成就 歸於這個風險之中 簡單來說就是 你打違反到我們美國的利益的時候 你就要說 我們美國一定會跟他開戰 也就是現在在台灣 有很多美國的資產 台灣有很多美國資產 你在攻擊台灣 就等於攻擊美國的資產 攻擊美國的資產 就代表你對美國宣戰了 對 沒錯 美國的資產是什麼東西呢 包括說你看 他在美國 在台灣有非常多 譬如說金圓代工上面的這個 生產線上面 所有的金圓 那都是美國的資產 美光公司 或是美國公司 在這邊的投資 受到損害的話 那就是美國的資產 所以你攻擊美國資產 難道是說他要入侵台灣的時候 他都要避開那些東西嗎 很難嘛 所以也就是說簡單來說 他這句話的意思是 你可能打到台灣的時候 就是已經打到美國資產了 那我們美國就要對你 宣戰了一個狀況 所以把台灣當作美國一部分 對 沒錯 那這樣沒有不好啦 對 那因為他說是美國資產 我們台灣 上面有太多美國資產在上面 對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來說 你看他就說 針對中國 台獨代表戰爭 他的意思 他就說 拜登要明確表示 如果中國 對台灣無端攻擊的時候 那就是認定台灣 就是獨立了 所以他認為 所以你只要敢攻擊台灣 我就承認台灣的國際地位 承認台灣的國際地位 就代表 你打台灣 就逼著我們要承認 他的獨立地位 所以他的說法就是說 好 你敢打台灣 就是攻擊美國資產的同時 美國會開戰 那同時之間 你打台灣的時候 意思就是 台灣就會獨立 所以他講個之戰 他說這是美國要告訴 中國的確切立場 是這個樣子 而且你想說 如果只有一個包式可這樣講 就一個人意見 一個人意見有什麼了不起 不對喔 最近蓬佩 你看到現在美國很多人 都是這個立場了 對 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美國可能即將上任的 這個川普的團隊裡面 或是說 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組裝 好 那有這樣的組裝的時候 我們講 最近一段時間不是兩岸 有一點點就是互相在 這個做這個兵 這個所謂軍演的這個狀況嗎 那最近一段時間來說的話 你看我們賴清德總統 還有我們的這個國防部長來說 兩個就去看什麼 雄散飛彈 就是看什麼 我們的海豐中隊的這個 幾棟的第四中隊 他們就去看了這個 相關的這個視察的這個狀況 因為那雄散 他是 他原本是 這個都是秘密的 但是後來讓媒體 就也去看 那尤其是這個部分 這部分是他們去造訪第五連隊 我們第五連隊 因為四五五連隊在嘉義嘛 嘉義的這個地方來說 因為就這一次 我們不是用這個電站夾艙 有拍到這個 中國的F-16VGO 目前為止就有部分的飛機 在這個地方 所以他去看了這個 所以等於是說 我們的戰力很強 所以等於是又跟你 這個無形之中的 又變成這樣 你看 PO了這個 跟這個雄風的 這個飛彈的這個照片 然後又去看了這個 F-16的這個照片 某些程度來說 當然就是秀秀Muscle 給外界看的一個狀況 所以 現在最近賴清德 都在跑軍事單位 當然 因為軍事單位來說 因為目前為止 剛好兩岸有一點點緊張的 這個態勢嘛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來說 我覺得還有一個 比較不尋常就是 目前為止 美國把這個F-22 不是派到這個前線來了嗎 但是目前為止 這個前一陣子來說 美國有一個這個改變 就是說他們目前為止 針對F-22 有在做一個 它不一樣的這個變化 尤其如果你看這幾年的這個 F-22的這個轉變來說的話 它現在的塗料跟過去的塗料 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改塗料了 對 改塗料 那為什麼要改塗料呢 他說呢 如果我們改了這個塗料之後呢 可以讓所謂的 增照的這個夾倉 還有紅外線系統來說的話 對F-22的這個偵查面積 會越來越小 那同時之間來說的話 他們又增加了所謂的 AESA的這個APG-77的雷達 這個雷達來說的話 就是新的雷達裝進去之後 他的這個偵測範 被偵測到的可能性更低 然後他同時之間還可以怎樣 還可以把他戰場上 所獲得的訊號呢 可以傳輸回去給這個 我們的這個這個 這個HIGH COURTER 就是這個戰型指揮中心 也就是說他可以扮演一個 迷你預警機的這個角色 所以等於是說他現在呢 不是只有我們過去都認為說 他是適合空戰而已 他現在某些部分 也可以做成這個預警機 你說現在F-22的功能 越來越多了 而且越來越厲害了 對 而且他現在目前為止來說 顯然有用來對標所謂的 這個殲20這樣一個狀況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目前為止來說 他也有相當強大的這個 作戰的這個能力 而且你現在看到 射出這個F-22的話 他們真的覺得太厲害了 照樣講你是隱形戰機 你在這個Drop 5的過程裡面 或者這個空中轉彎的時候 應該沒有那麼厲害 對不對喔 你現在釋放裡面 他可以在非常短的時間裡面 直接高速爬升 直接爬升到4000多公英尺上面 你看有沒有 他直接短場衝降 短場衝上去之後 然後在空中 很快的就破音速了 對沒錯 事實上這個F-22來說 是最厲害的這個 這個所謂作戰機 所以你看 他很快的時候 飛機起飛 馬上就是垂直俯衝 垂直俯衝這個都是 這個你要引起 這個所謂 當然動力都要非常強 才能夠做到 直接衝上4500米 對 衝上去之後 做了一個迴旋 也告訴你什麼 他的迴轉半徑 他表現給你看 那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他還可以做 所謂落葉飄 所謂落葉飄就是說 我們知道事實上過去一段時間 你說蘇35最厲害的落葉飄 蘇35是可以做這個 他是什麼意思呢 我當然我被你這個鎖定之後 我可以把引擎關掉的部分 讓他做這個所謂落葉飄 事實上在以前我們這個幻象2000 也曾經有所謂 所謂空中響尾蛇 就是他可以在空中這樣擺動 蝴蝶這樣一個狀況 事實上這都非常像 那這個當然會讓他整個 在空戰的過程裡面來說 更加厲害 所以就是說他有非常多 然後還可以什麼後輪著地等等 非常多的性能展示給你看 所以現在等於是說F22 你看美國目前現役最強的這個機種 他現在也拍到東亞這個地方 當然隨時隨地就是要對標歼20 而且警告中國 你千萬不能夠輕舉妄動 好 體會 剛剛講的美國的國會三中報 居然丟了那篇文章 包紫可居然講說 你現在要表達一個訊號 你只要敢攻擊台灣 你就是對美國宣戰 現在這已經越來越多人 這麼看待了嗎 對 我們要講一下 包紫可他是這個小布希總統的時候 當時在美國國防部當中的一個 對付中國的一個官員 所以看起來他本身來講 就是比較支持共和黨的這些相關立場 你看到最近龐佩奧講話 也是共和黨立場 所以相對來講 他其實他強調一件事情 美國要陽氣過往的 戰略模糊的這種襯策 他應該是很清晰地告訴中國說 台灣就是我美國要的 這是非常清楚的 講白的是我在揍的 對 就是我在揍 我的資產 我的小老弟 你敢打他 你試試看 這種說法其實就是美日安保條約 美費防禦條約的共同的特徵 只是說目前來講 我們沒有一個什麼 美台共同防禦條約 但是有一個台灣關係法 所以他告訴拜登政府說 其實他也要涉及到 美國國內的選舉的一個問題 那現在共和黨政策也很簡單 我就是戰略清晰 告訴清清白白的告訴中國說 那我們知道說 美國到底要採取戰略模糊 或是戰略清晰 其實跟中國的角色是有關係的 如果中國今天來講的話 他如果說能力不夠 他今天要講 美國或許用戰略模糊 還可以行得通 但是因為中國就是耀陽味 今天已經告訴你說 我已經那麼強大 我現在把台灣吃掉 美國現在政策應該要改變了 就是告訴你說 我清清楚楚告訴你 我在造的 你千萬不要進去妄動 你進去妄動的話 你就完蛋了 這其實是包四可的一個想法 而且他裡面講的非常清楚是 你不要讓中國有任何想像空間 沒有空間 是 就是告訴你沒有空間 我在造的 所以他為什麼現在 重兵壓在台灣附近 你看到為什麼在亞米島 為什麼在巴丹群島 現在靠近台灣這麼近的地方 要擺上那個所謂的 濱海重戰團 然後再來一件事情 在余納國島 在整個台灣的北方 東方 南方 都要部署重兵 美國的目前的重法 就是告訴你說 我今天不僅僅是要告訴你中國說 這裡是我在造的 另外來講的話 你說宮古海峽跟巴士海峽 你就可以進出 我就這樣封鎖你 就不讓你出來 現在其實美國的策略 以及戰術 都非常清楚 那透過他 對國際社會表達說 這個是我在造的 其實是美國最主要目的 而且你說非常特別的是 今天國會三中報 也不是什麼 你丟一篇文章 我就可以來接受 今天可以登在這個上面 他也有他的意義存在的 是 因為這個 基本上就是代表 美國的共和民主兩黨的 一個重要的共識 但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今天碰到台灣的立法院 現在變成這個樣子 那你的軍共 你的軍事預算 能夠過嗎 其實現在美國 最擔心的就是什麼東西 就是我們的立法院 那賴清德政府 當然你看賴清德 最近在走軍事部門 就代表說他很重視這些事情 也是給美國看的 但問題是行政部門這樣子夠嗎 所有東西都卡在立法部門 難怪以前對台灣的 立法院的修法 我們看到了美國 幾乎沒有任何表態 可是現在剛剛講 楊樹蒂也表態了 以前的 現在眾議員也表態了 大家都有意見了 是啊 然後柯文哲又這樣講 其實代表說 柯文哲的確美國人 也跟他接觸過 那現在國民黨來講 這邊來講 美國人怎麼跟國民黨講 所以如果說你現在 立法院越遠越烈的話 未來會不會影響到 對美國的軍事採購的 相關預算 這是美國人最大的關係的地方 好 所以無照 剛才講 現在這個話 以前不是講嗎 美國就是在戰略清晰跟模糊之間 現在跟直接講的 這裡是我照的了 這個作者叫包士可 他是這個 原來的美國國防部的 中國部署人 他是中國專家 簡單講就是說 我們傳統已經發展了 大概四五十年的所謂的 將近有七十年的 所謂戰略模糊 他認為說這個戰略模糊 應該已經過去了 要走向一個戰略比較清晰的階段 還能夠繼續能夠用 這個模糊這個字 像譬如說我看到蔡英文 接受BBC的採訪 BBC就問他說 現在還有沒有戰略模糊 他說我們現在的情況 就叫做戰略模糊 所以這個戰略模糊 是一個動態的狀況 這是他講到一個概念就是說 這個模糊要有一點清楚的模糊 然後第二個更重要講什麼 他提到台灣關係法 他說如果說中共敢動武的情況之下的話 建議美國總統利用台灣關係法 作為法律的基礎 宣告跟台灣建立外交關係 就承認台灣是 對 承認台灣我們有建立外交關係 而且大家幹了嘛 現在你要跟我 你要用軍事行動 因為台灣關係法裡面有一個前提 就是說排除 就是拒絕用任何武力的方式來解決兩個問題 對 當你開始用武力的方式來動手的話 他認為用法律上 因為台灣關係法是 比那所謂的三公報 比那個 櫃階更高的 比那個建交公報 817公報更有這個法律的意義 對美國而言 因為是美國的國內法 對 參眾兩院中國 他是美國 不是 他是美國的國內法 已經是有45年前寫下的這個法律條文 那根據這個法律條文的部分條文 我剛剛講到嘛 因為他要排除武力攻台嘛 那如果你用武力攻台的情況之下的話 那美國總統可以利用台灣關係法 宣布跟台灣建立外交關係 那這種情況之下 什麼意思呢 你封鎖台灣的情況之下 那台灣會很痛苦對不對 對 那美國就有合法的理由 介入 介入這個事情 所以他把這個理論上 做一個反推敲的概念 我們每次都講說 等中共的第一集 他不是等中共第一集 等中共開始封鎖的時候 你的法理基礎在哪裡 你拜登或是任何的 美國的政府部門 有一個台灣關係法 有法律基礎可以引用 引用的情況之下 那當然中共就要付出非常龐大的代價 他的主要的核心是在講這個東西 所以 那我就懂了 難怪孤立雄最近講 第一集不一定是在對岸的 第一集搞不好是我們這裡 所以 不是 第一集 他沒有第一集 因為他封鎖嘛 他封鎖的情況 那封鎖還有一個問題 注意看他最近的封鎖情況之下 有兩邊嘛 一邊是台灣海峽嘛 一邊是西太平洋跟巴士海峽對不對 但你知道是什麼情況嗎 他那兩個所謂的在西太平洋 跟巴士海峽這個部分 都侵犯到了日本的200海里經濟海域 所以換言之講 他這一次已經壓到線了 散開 他已經壓到了日本的經濟海域 換言之講 你對日本來講的話 這個就是一個敵對行為 那在菲律賓的話 根本不用講了 根本就壓到菲律賓的這個海域裡面了 所以這一次的情況 你碰觸到 他雖然是新發展出來一個作戰方式 叫做封鎖台灣 但封鎖台灣的時候 涉及到更多的國際法上的一些牽扯的問題 是喔 我們看到美國現在這個動作不大 但侮辱戲也太強了 今天中國搞了一個聯合力劍 2024年的這個演習 說我要懲罰台獨及外部勢力 看他講得多兇啊 我要斷柱青雲艦 襲岩殺手艦 熱血爆家園 密封亮長箭 我長箭都亮出來咯 我的陸海空軍都已經動員咯 我做了這麼大的動作 我要懲罰台灣 結果 你美國第七艦隊今天這麼故意 第七艦隊講說 我今天的隨手在做一個動作 參加一個課程 幹嘛 大家在做瑜伽 而且今天早上7點45分開始 解放軍進行了這個聯合軍演 哇他這裡面來說 這個陸海空啊火箭軍 全部都出來 重要的武器全部都搬出來 而且保證人家怎麼樣嗎 央視還全程Live 就是能夠搬上台面的全部 有畫面給你看 你看我們怎麼樣 來懲罰台獨 我們要鎖鏈這個艦鏈鎖台 央視的記者還特別登上再見 還想說 我後面那個就是台灣的島嶼 彭家宇 靠台灣好近這樣全程轉播 結果沒看到保證人家 這個好像這個 這個國家的所有東西都出來之後 照理說如果美國應該非常緊張 結果美國這時候 第七艦隊他們說 我們現在有一艘 這個航空母艦到這個地方 沒有錯 但是呢 我們的水手們目前 正在做瑜伽課程 他給你PO出來 你在做軍演 我們在做瑜伽 這告訴你什麼 我騎腳在外面 我看你在比賽 他不在意嗎 他不在意嗎 對我還在這邊做瑜伽 這樣一個感覺 中國是用越海殺器 這個越海殺器裡面有 踹門神器 炸彈卡車 中華神盾 登陸猛將 東風快遞 亮大館寶 我這麼大的動作 這樣的氣勢嚇不到人嗎 對沒錯你看 他哇 這個滅國神器都出來 踹門神器 炸彈卡車 中華神盾 登陸猛將 東風快遞 亮大館寶 就是他們的這個 多管火箭炮這樣 全部都出來了 亮給你看 越海神器 文軒做得非常棒 然後這下面就是 劍練鎖台 鎖督 你看他們就是這樣 哇每一個文軒都做得非常狠 劍練鎖督 對非常狠 然後還出了這個 剛才寶傑已經練過了 哇這個還有 蜜蜂 殺手劍 蜜蜂亮場劍 對都出來了 你看這個非常多的 各式各樣的文軒 可是寶傑你知道 事實上他們這次說 要動用非常多武器對不對 要打擊重要的要害 可是問題是 寶傑我們講 這個美國第七艦隊 做瑜伽 那我們台灣在幹什麼 台灣股民在買股票 在創新高 然後我們台灣股民在做什麼 我們台灣股民在說 新野元你該死 所以你說台灣只關心 新野元節育的老公有沒有外遇 對所以那事實上 這個中國文軒是這樣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寶傑大家都看嘛 你2023年當時的歡財軍也是這樣 這一次呢 欸他把這個 你看這一塊領域來說 他把縮回去啦 也就是說他其實也害怕 會上次讓日本不開心 所以這一次號稱在我們 他們說我們台灣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嘛 在我們領土裡面 領海裡面弄就好了 我們不會招惹到 不會動用到日本的相關 不會接觸到日本相關的這個土地 好的我們剛剛講的 現在把雷根號上面的這些官員 我們剛剛講 我們都在練瑜伽 看起來舉重弱心 但是美國真的這麼不在乎嗎 沒有喔 其實美國大概也聞到了 現在不同的味道 所以他現在什麼 他現在是三進起發 現在的羅斯福號 雷根號 林肯號 都已經離開了港口 離開港口 都在一個戰備狀態 沒錯 當然第七艦隊 PO那個文章來說的話 當然是這個 他跟你說我們好像不太緊張的樣子 但是其實美國是做足了準備 為什麼做足了準備 你看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因為5月20號是我們賴清德總統就職嘛 他們在前幾天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出動了 你看羅斯福號 羅斯福號來說的話 就已經來到這邊了 他現在目前為止在南中國海這個地方 在5月14號 他也是隨時準備 可以來這個支援台灣的一個狀況 林肯號來說的話 他出港 出港的時候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這個約莫還在美國這邊 他也是往這個西太平洋來前進 你要包括我們雷根號 雷根號目前為止 就在我們台灣的東部海域 因為他作戰範圍有500公里以上 所以他可能 約莫可以涵蓋到台灣的這個作戰範圍 所以他們三艘航空母艦都同時在 你看 都出港了 5月14號 5月15號 5月16號 都出港 也就是說在520之前都出港 來到台灣這附近 另外還有這個 他們目前為止還有5月17號的這個 這個美利尖號 在佐世保 他可以炸彈 這個F35的這個飛機 所以它是兩棲突擊艦 對 所以你看美國 美國也是做出了準備 他幾乎把所有能夠排出來的 航空母艦都來到這個地方 所以為什麼他們可以在 因為他們真的是 做足了充分的準備 跟預備的這個狀況 而且剛剛講到 雖然他們覺得 這不可避免 可是我覺得最誇張的是 他們的F-22居然已經 進駐到日本跟韓國 對不對 市長 美國印太司令副司令 還講得很清楚 原來雙方都已經把 對方的底細摸得很清楚了 原來中國在2023年 在台灣海峽的軍業 已經針對 入侵台灣 到底要有哪些海上空中封鎖 如何兩棲攻擊 都已經做了一個準備 而美國 現在也做好準備了 而且為什麼美國 會出動這個三艘航空母艦 還有一個佐世保那邊 有一個美麗健康在那邊 因為他們知道 這件事情不能夠 不能夠輕視 為什麼呢 他說這個是 印太司令部的副司令 這個斯卡倫卡 他說什麼 他說解放軍在2023年 在台灣海峽演練過 怎麼樣入侵台灣 他說當時有包括說 模擬台灣的海上 還有空中的封鎖 兩棲攻擊 還有反干預的行動 所以他就說 真正發生攻擊 不是不可避免 或是迫在沒錢的 為什麼我們要威懾 所以為什麼美國 要出動那麼多航空母艦 就是要震賀你說 你不能夠這樣做 而且這幾天的時候 被他發現到什麼 而且有兩架來自 從夏威夷飛到 這個韓國的 這個兩架F-22來到這個地方 F-22都出動 對 F-22都來了 那我們F-22的攻擊力 是相當強的 而且你知道 這幾天的時候 日本攝影師呢 還去採訪這個 恆虛惡基地的時候 他們發現到說 這裡面來說 F-22的相關人員來說 還給他一個他們的備章 他的備章裡面 保險當然 這個也是侮辱性極強 什麼叫侮辱性極強 你看這個飛機穿越什麼 這是小熊維尼 小龍維尼 而且他還是什麼 他是在背著一個氣球 然後在空中飛 然後被這個飛彈這樣擊穿 所以你看這個真的是 所以那個F-22的中空隊 進到了這個 恆虛惡的基地 進到了這個恆田基地裡面 對 上面這個備章 對 是飛彈刺穿小熊維尼 對沒錯 然後在閻國基地 還送一個備章 這個備章是什麼 你看這是什麼 鎖定中國的這個殲-20的這個飛機 你看鎖定要把它射落 所以那事實上這些 背章都告訴你 美國現在的這個戰略想定 就是針對的中國而去的一個情形 而且你說 你覺得最特別的是 美國有一種大型的艦船 這個艦船你剛剛講 我是最到最好的補給船 對 我也可以在上面這個 所謂的坐飛機的起降 這個是平常不會動的 是 而這個剛剛講的海上基地 對 現在也到了日本了 對事實上 我為什麼說美國做出準備 你看這個 這是這幾天被人家拍到 它停在嚴國基地 嚴國基地來說 這是美國最大的米格爾的基斯號 它叫做機動登陸平台艦 什麼叫機動登陸平台艦 你看它這其實 有一個非常大的這個載台 非常大的平台 非常大的平台 做什麼呢 它戰爭的時候它可以移動到前線 這就是它的內部 對它就當成是一個小島嶼的這個狀況 它可以停扣什麼 它可以停非常多 包括說像這個AH-6的這個武裝的攻擊直升機 阿帕7的這個直升機 超級走馬的這個直升機 海鷹直升機 然後魚鷹市的這個這個MV-22的 各式各樣的直升機 它可以快速的抵達那個地方之後 快速進行所謂兵力的這個投放 所以等於是說它這個是美國人 他們美國目前為止只有三艘 它這主要是用來做什麼 遠征基地 它是遠征基地的時候 從這個地方衝動 然後去攻擊你的一個情形 這是一個浮動長城 我等於說是我跟中國有所謂的衝突的時候 我可以在最接近中國的狀況下 剛剛講上面有最大量的補給 上面有最大量的所謂的這個軍機 我可以隨時啟動 對你看 事實上美國只有三艘 它派了一艘來到這個 這個沿國基地 你就知道說事實上 美國當然是有做準備嘛 美國都想定了 你看 這是美國的這個想定裡面 你看 台灣在這邊 我們台灣是橫躺的 日本在這個地方 然後美國從美國的視角 怎麼看 怎麼部署 他們都已經有相關的這個 我們這個萬一 他們被攻擊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前進到台灣 然後這個怎麼做補給 他們都有相關的這個圖形 所以事實上 美國絕對真的 為什麼 為什麼美國絕對不會輕忽 因為他們真的做了相當詳細的想定 有看到朝日新聞講說 這是美國海軍的海洋基地 這個是移動的海洋基地 是 這個移動的海洋基地 現在在佐世保 在佐世保的時候幹嘛 台灣有事的時候 它就可以訓練參加 所以你知道美國相當多的這個軍隊 都來到這個地方 那你更不用講 事實上之前不是美國跟菲律賓在進行 你在亞米島這些地方巴丹島 進行所謂的肩並肩的演習嗎 肩並肩的演習的時候 結果人家解密說 他們在做什麼 他們在做什麼 守住蘭嶼的這個狀況 也是要守住蘭嶼的這個狀況 也就是說他們做的想定是這樣 甚至連在這次的作戰裡面來說 這些所謂的遠征部隊的 這個前進基地來說 就當成是他們美軍的伺候 他們佔領了這個島嶼之後 就把這個前線的所有部隊的這個狀況 往後放給美國的軍隊 美國再怎麼進行下一步的攻擊 所以等於是 美國都已經在驗證 包括說濱海作戰團 這可能是萬一第一島鏈衝突的時候 要投入的 美國的航空母艦也都來了 美國的這個大型的這個 這個平台艦都來到這個地方 所以美國是準備的非常充分 不是只有你中國準備的很充分而已 好 所以這個動作不大 侮辱性也太強了 中國現在要搞軍業 他要威嚇台灣 他所有的陸海空飛彈部隊全部動員 他的央視的記者還上了戰艦 上面的戰艦還說 我們你後面看 我後面就是彭嘉宇 結果 美國的雷根號航空母艦 他說他們的水手正在 正在進行一個瑜伽課程 有說法是 美國為什麼要PO這樣的照片 還有他為什麼敢在這個時刻做瑜伽 這個中美之間的這個軍事力量的這個代差 是非常明顯的差距 這個其實不用談 全世界最強大的部隊 當然是美軍 這個不用去討論他們之間的這種對戰的可能性 現在反過來應該要看的就是說 解放軍到底實際作戰能力有多少 因為歷史上有一個很不便的原則 什麼原則 要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或是偉大的民族 一定要經過一個偉大的戰爭 所以中國要變成偉大的國家 不是光靠你的一帶一路 或是你很有錢 或是你有很大的 你有很大的很多資源 你就會變成偉大的國家 不是的 要經過偉大的戰爭 那當然你在亞洲來講的話 你一定要跟美國早晚要衝突 這是修西底德縣底的基本原則 就像邱哥講 你要經過血淚跟汗的洗禮 對 那我最近 我看到日本前首相安倍講的一句 很有 他的這個自傳裡面講的很有道理的一句話 他日本非常有錢 日本在全世界各地做了非常多的外援的工作 外援工人他發現一件事情 光只有有錢不能夠引起 尊重 其他國家的尊重 就是他拼命要擠進去 要去參加什麼 參加聯合國的維和部隊 對 包括做後勤資源也好 就不斷地要把日本的軍力 要把它建立起來 才會變成一個有尊嚴的國家 你說有拳頭才有尊嚴 當然是這樣子 所以首先你的定位說 你是什麼樣一個國家嗎 你一定要講座要改變世界秩序 要重新界定這個世界的新秩序 要做世界的老大 那你要拿兩把刷子給人家看嘛 我們再看台海的問題的話 就非常明顯的事情 你今天用這種威和的方式 你做了那麼多的宣傳 央視也不斷地報導 所以我發現一個事情 其實他可能是以內銷為主 內銷 他把他內銷 他內部的宣傳做完就算了 他搞兩天 搞兩天就算 沒有下一步嗎 他要下一步的結果 那個付出去的代價 就比他現在的代價 就可能要到亡國滅種的可能性 有這麼嚴重嗎 中國之所以中國會亡國 中國大陸會在21世紀 這個國家會招數到 二等國家的機會 是什麼機會 跟美國開戰 就是跟台灣 就是因為台灣跟美國開戰 不是跟美國開戰 跟美國聯軍開戰 美國不會一個國家打 美國在跟中國對戰的情況之下 一定好幾個國家要進來 對 對不對 那所有的歐美聯軍都會進來打他 是跟全世界的主要 西方主要盟國 一起要跟他打 對 所以不是一個簡單的一件事情 那請問你 中國要變成世界的第一強國 是不是應該經過這種的 這種第一流的考驗呢 鐵血的實力 當然是這樣子 可是他能夠經得過嗎 不行嗎 他真的有這個力量嗎 不知道嘛 對不對 那回到現在台灣的問題 你看到很簡單嘛 他今天已經這個表示 他今天他在台灣 台海的環台演習 一定是跟美軍事先 兩邊通過氣嘛 講過了 因為從去年的11月份 在舊金山跟拜登 有開過會了以後 習近平跟拜登會議 習拜會之後 他們就恢復了兩軍 美軍跟解放軍的對話 避免就有擦槍走火嘛 所以其實我們台灣是很安全的 因為美軍跟他們 已經通過氣了 他們知道不會有擦槍走火 換言之講 他才會這麼輕鬆的做瑜伽 是啊 那還有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 中國會 中國解放軍 中國大陸會要打台灣的理由 是什麼理由 是什麼時間 有一個很基本的理由 是台灣的因素 而造成作戰的必要性的話 就是台灣宣布獨立嘛 就是中國大陸 中國共產黨 對統一完全絕望 不得不 他要發動戰爭 那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台灣還有很多 很多他們的人嘛 對不對 還有很多統派嘛 我今天中午看到一個 兩岸的有名學者 他說哎呀 我們可不可以把它分出來 打這個台獨 不要打我們統一的人 還有這種獲赦 我告訴你 就這種東西 所以我意思是說 在很多的理由 這就給他們一個理由 給他們一個理由 不打台灣的理由 他們一天到晚也找理由 不打台灣 那賴清德的政權 在一初期 就面臨到這種 這個絕對的考驗嘛 那這個考驗 到底過關沒有 不知道 可是目前來講的話 我覺得是一個新的開始 新的開始 等於我們的政壇的 各種力量的一個重組 第一次 第一次喔 有所謂的境外勢力 跟台灣的國內勢力 然後還有獨派的勢力 跟美國的力量 重組兩邊在那邊衝撞 那明天 這是對決的第一步吧 那對決完了以後 會有什麼改變 我們要慢慢看這個 整個效應的發酵 好 宇全 當然講的 國際政治或是所有的政商 都是虛實難辨 今天美軍剛剛講的 舉重若輕 以今天主行這個 台海的軍演 結果我最重要的 第七艦隊的這個雷根號 居然弄了一個做瑜伽的動作 這當然是一個戲劇 當然是一個虛騷 跟你說真正的重兵 他很認真 他很認真 來看待這一次 他把F-22大量的調動過來 那我不懂啊 為什麼大量調動F-22 是一件天大地大的事情咧 寶拉克通常都說 要非常努力 才可以看起來毫不費力 所以你看到美國在那邊做瑜伽 其實那個叫虛糟 跟中國今天這對環台軍演 封鎖台灣的一樣玩的都是虛的 做表面的大內宣的 但實的 為什麼美國可以 毫不費力 因為實的真的來了 各位 美國這次他所派的 就是一整個中隊 因為我們大家預計說 對啦F-22會來到沖省的家屬 他的基地沒有錯啦 可能就來個三五架宣示意味 結果沒有 一整個中隊寶 結果你知道代表什麼嗎 他有作戰的能力 跟想定的實力 你說他一下派了18到21架的F-22來了 對沒有錯 而且你說宇軒F-22政治 這有什麼大不了嗎 當然有為什麼 因為F-22各位啊 理論上來講 他是一個焦貴到不行的 的確 他是現在第五代戰機裡面 戰力號稱全世界地表最強的戰機 他很厲害 最強 不是厲害 他比F-35還厲害 當然他是空優型的這種 純種戰鬥機 就是說在空戰裡面的系統 各位如果有看錯 TOP-G有沒有 空戰系統裡面 他是目前地表最強 他很低 沒有很低 結果一次就來了18架 22架就算了 但你知道為什麼來很困難嗎 因為他光飛一個小時 唯保時間 就要34個小時 就很焦貴 就是他燒錢 各位 牆他的代價是要很燒錢 所以說F-22他的數量不大 而且他這個動輒 這個損耗非常大 還有 他非常焦貴 這樣的狀況下 他居然一口氣派了18到21架 來到了沖繩 我跟你講 你知道他這個東西 焦貴到哪裡嗎 第一個他光飛行一個小時 要燒6萬塊美金 一個小時喔 就6萬塊美金喔 就是180萬 180萬 噔噔噔噔噔 這樣一直跳一直跳 再來你說他的機庫 各位 他要住什麼 恆溫機庫 恆溫 跟台積電的機庫一樣焦貴 他機庫要恆溫 恆溫喔 而且他的這個頂罩 要定期一年喔 這可能就要再換一次 那都是1000萬 1000萬 100萬 100萬 這樣起跳的嘛 所以美國現在把這個戰機停產了 但他敢把這麼焦貴 而且戰力之強的戰機 掉落在這邊 為什麼 因為理由很簡單 他的威懾力 以及他的實力 以及他一旦掉落到這邊 對於區域的影響力極強 雨萱你又臭大 這十八台而已 十八台怎麼 來跟我講 他可以移一擋百 你信不信 他為什麼可以移一擋百 敘利亞的戰爭 他已經驗證過了 首先我們要講 竟然最強 哪幾個數字跟你講來聽聽 第一 他的時速算是地表最快 保證看 他可以飛多快 最高上限速度 2414公里 這是超音速等級的喔 我們把它跟他的對手做對比好了 中國大陸 號稱說 殲20可以跟F22做P敵 但不好意思 殲20的上限速度大概多少 大概2000公里 差了三四百公里 而且 保證哥殲20你知道是什麼嗎 假想數字 就是說 我的模擬上限是這樣子 但請問一下 這個2414是什麼 實際測出來的上限 因為他有付出實戰過 他厲害的 他曾經到敘利亞這邊作戰過 各位 敘利亞那時候上空 因為非常多戰亂 所以各國來的飛機什麼俄國啊 以及本地來一大堆 高達587架 結果你知道這一台F22去到那邊做什麼嗎 對啊 如入無人之境 就是這樣一路淺入 所以他就進到了敘利亞 然後你所有的防空飛彈 你的SARP300 SARP400 完全不知道 如入無人之地之後 就把這些 這些機庫全部炸掉了 對 他直接投彈喔 各位 他就投彈完成之後 把他炸毀之後 來 到這個長崎之路 然後接下來做什麼 高歌離席 結果這些人要嘛是沒發現他 但是有一台 剛好跟他擦肩而過 這俄國戰型你知道 動都不敢動 不敢動 看他猛情嚇死了 沒有沒有沒有 開個玩笑 路過路過路過 大家不打不相識 沒有要打 我沒有要跟你相識 一場誤會 但你說他在空中有這麼可怕嗎 第一個 他可以投彈 再來他投彈的這種 對地的功能呢 包括比如說什麼JDAN啊 我們這種 聯合員工的這種彈藥 以及這種 正常的這種磅數 250磅的炸彈 都可以輕受投彈 再來最可怕在這裡 他竟然速度最快 代表他跑得快 代表他腿很長 腿很長之後 他的中程打擊飛彈 也就是空對空的部分 會不會產生十足的動物力 當然會啊 因為今天你今天要鎖定敵人 你是不是要一定的雷達範圍 等於說我到了我的射程範圍之後 我鎖定你然後我打擊你 但今天如果有一個 飛得這麼快的對手 他今天雷達又跑出去了 但是他要鎖定你容易 不容易 非常容易 他要鎖定你很容易 非常容易嘛 所以他包括你看他配上什麼 響尾蛇飛彈啊 AIN120 導致說在空中 他甚至可以一架抵十架 一架抵百架 都沒有問題 所以你就知道 當這個F22 擺在沖繩的加手套機器力的時候 他會造成什麼樣的作用 但各位觀眾朋友 一定好奇問題說 宇軒 剛才寶吉克有問 那不是F35最厲害嗎 對啊 F35就夠啦 F35厲害的層次不一樣 我跟你講 我直接用白話文講 F22是什麼 空中打架很厲害 那F35是什麼 大腦特別好 全面性通盤非常厲害 因為這兩台戰機 當初在生產的時候 設計出什麼 互補作用 因為當F35在空中 他像什麼 像一個指揮官 包括雷達 包括電腦運算系統 都是最新的 但是他缺乏一個什麼 可以保護他的療機 而這個療機 他必須要具有最強大的空憂 所以各位通常 F35跟F22 他們是肩並肩的 同時出任務 而出任務之後 我們先前有跟大家 介紹一個叫什麼 Link16 對 就透過這個Link16系統 我的35 我大腦比較好 你比較會打架 我作為我的大腦 在空中自霸所有 包括相關的訊息統整 以及攻擊編隊 要怎麼樣去編組 而你F22擔任什麼 Muscle 他就變成是那個Muscle Guide 他可以透過 所謂的他最強的空憂 來去恫嚇 很有可能會來去打擊 所以說目前 在這個所謂的空中 要掌握自空拳上面 在空中戰鬥上面 還沒有人打得過F22 對他是地表最強 那為什麼我說F35 所以我只要把我這個部隊 拿來了以後 就算18架到21架 我可以把這個區域裡面的 所有空中的制高點 所有的空憂全部掌握 對 而且各位 沖繩他的特點在哪裡 他們說是日本的小島錯了 因為沖繩他所在的位置 同樣也是在第一島鏈的環節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等於說 包括台灣 包括菲律賓 甚至包括西南 這些領空 只要F22在那邊 而且他時速2500公里 各位不要忘了 所以他可能沒幾分鐘之後 當你有任何風吹草動 他就可以抵達戰場 而且抵達戰場的時候 第一個 他有沒有辦法對艦艇攻擊 有 他有辦法 再來第二個 他有沒有辦法對空中攻擊 等於是完全制霸 配上我們現在講的 美國最新的隱形轟炸機B21 保麗哥你知道 這三個都有一個共通點 你知道喔 過去我們大概講說 B2B2很厲害對不對 你知道他隱形的幅度 是大概什麼程度嗎 大一隻小鳥的幅度 但你知道現在最新的這個B21 他隱形到什麼程度嗎 什麼程度 就一顆高爾夫球的程度 那你知道我們剛剛講的 F22隱形到什麼程度嗎 什麼 就一顆方唐的程度 所以我跟你講 他們到了哪裡 根本沒人知道 來無影去無中 你不知道這動物的威力在哪裡嗎 因為你也偵測不到他 所以他到底有沒有來 你也不知道 光擺在那邊 就可以把中國大陸沿海的解放軍 下個半死 好 所以請問 要這個時候 了解美軍你到底是不是認不認真 你派什麼部隊 你派什麼樣的武器 你用什麼樣的一個佈陣方式 今天三招航空母艦全部都出港 另外就是 我把F22也送到了加首納基地 這是玩真的嗎 而且F22真的那麼娇貴 在美軍來講 那是一個非常珍貴的物品 珍貴的武器 竟然丟到前線來了 F22有一個號稱叫什麼 叫做空中超跑 就是速度非常快 空中超跑 對 然後再來大家也知道說 它是第五代戰機嘛 因為第五代戰機的情況之下 到目前為止 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戰機 曾經跟F22打過仗 為什麼 因為都不是他的對手 所以他從來沒有人 跟他打過仗的情況之下 他現在派了那麼多 中共也搞不清楚 他到底能在到哪裡啊 就像遜里亞那一場 我都已經進來了 我都已經轟炸了 我都已經離開了 你都不知道 是啊 所以為什麼要把這些F22 擺在這個加州納基地 所以我的瑜伽是玩假的 瑜伽是性虐的 我真的的重兵 竟然是F22 對 擺在那邊 你尖20出來啊 你是什麼 跨海力氣什麼 這些東西來講的話 完全都不是對手 所以對美國來講的話 現在重點就是什麼 就是說威嚇中國 你根本不敢動手 所以你看今天中國 公佈了幾個區域 縮回去啦 縮回去啦 為什麼要縮回去 怕引起美國 日本的誤會嘛 上一次來講的話 你知道裴洛西來的時候 你知道裴洛西來 他把那個畫的地點 畫在那個嘛 宇納國島南方 剛好就是日本所主張的專屬基地區 所以日本 因為這個東西跟中國 抗議很久 而且還取消跟中國的外長會議 那這時候呢 這次演習的時候 網內說 不要跟日本引起誤會 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就是不要讓國際社會誤會說 我今天為什麼是 教訓賴清德而已 我就不是要教訓大家 那為什麼要教訓賴清德 因為他的演講稿裡面寫得太毒了啊 那我問一件事情喔 賴清德的演講稿 難道美國不知道嗎 知道啊 難道美國在520之前不知道嗎 他一定知道嘛 一定跟他溝通過嘛 那這時候 美國要怎麼部署等等之類的 一定都是已經事件喬好的 所以這時候中國 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要演一場戲 你這場戲是什麼東西 就是比如說 他一定要釋放出 解放軍內部的壓力 而且解放軍一定要有建構 不然他內部怎麼交代呢 而且剛剛董事長有提到 建子台獨的殺毒神器已經就位 請問這些殺毒神器到台灣來 能夠知道哪個是支持獨派的 哪個支持統派的嗎 完全不知道嘛 那他這時候不是搞假的嗎 所以你現在喔 跟他玩一玩就好 讓他這個所謂的 釋放出一些壓力就好了 而且更重要一件事情 塞斯佩洛西來 記不記得 他火箭軍這樣丟了之後 結果美國過幾個月 就把他公佈所有火箭軍的東西 結果後來火箭軍全部被成熟 這個又一批人要下台 那這一次來講的話 火箭軍可能要搬回面子 他丟了準一點好不好 或者是說怎麼樣 讓美國無法偵測到 如果今天他 動用了所有的資源之後 美國又丟了一些報告出來 不是又一堆將軍 將領又要下台了嗎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解放軍自己也會不會 非常害怕 因為不曉得 美國到底手上 掌握了什麼樣的資訊 而且美國非常故意的是 他這段時間裡面 又把B21 這個以前一直伸長的 也把你公佈出來 代表我的新型的隱形轟炸機 已經出來了 對 這個東西來講 中共也都在摸索 到底 中共也在模仿他 這個隱形的轟炸機 B21來講的話 比那個B2等等之類 他們都更加先進了 所以這個對中共來講的話 現在真的搞不清楚 美國到底要玩什麼招 他只知道說 我今天就是拒止 我不讓那個外界的勢力 進入到這個所謂的 台灣的這個附近範圍 但是因為他能力不夠 目前來講的話 完全沒辦法達成 這種封鎖的要件 不同 你在賴清德就職演說 就不但在強調 這個是一個非常沒有善意 而且是一個攤牌式的 就職演說 剛剛講你不要說 兩岸的事實上 你連整個產業鏈 你都要跟中國整個 殘缽高水波羅 剛剛講的 現在是要什麼 讓台灣變成了 無人機民主供應鏈 我們用民主供應鏈 來形容 而且呢 還讓什麼 讓台灣在未來 處於一個領先地位 要台灣化新台灣 果然 你說整個中國 一定會有反應 可是今天這個反應 有嚇到台灣嗎 現在你看到 所有外媒的形容詞 叫做懲罰 Punishment 所有千篇一律 都是用這個標題 對不對 那結果有懲罰到嗎 沒有嗎 股票 股市還上揚六十幾點 所以這個整個 你要知道 一場演習要花多少錢 好幾億人民幣啊 就會現在打水漂 沒了 完全沒有用 所以這個 這個所謂的威嚇的演習 環台軍演 到目前為止 可以說是 效果完全沒有用 因為那下面一招是什麼 現在熱戰啊 就直接攻擊啊 就攻打台灣嘛 會打了吧 不 我請問你 除了攻打台灣以後 能夠彰顯它的威力以後 它的這個力量以外 對 它還有什麼招 你告訴我 沒了 沒招了嘛 對不對 那我現在問你 第二個問題就是 上2024選舉的時候 這個整個總統大會 大家拼什麼東西 最後的主要的議題是什麼 是什麼 戰爭與和平對不對 結果我們選擇的 賴清德的時候 大家都有一個概念說 這個可能會有 濱臨戰爭的危險 會兵凶戰危 對 兵凶戰危嘛 對啊 那好 那結果今天這個 剛剛就任520 就兵凶戰危了 那到我這個 兵凶戰危完 這個全民這個 就是鼓井無波 根本不為所動 鼓井無波 完全不為所動 那好 那我先問你這個問題 如果2028選總統的時候 對 那這個議題還存不存在 還有沒有和平與戰爭的選擇問題 沒有了 賴清德跟你講 他叫不來啊 怎麼說郭明東在跟我們害啊 逃過 心中過啊 郭明東騙人 馬英九跟我們騙人 郭明東說好笑 也不敢 也不來啊 他或是不敢來 最討論沒有來打 都來啊 如果2024 從今天到2028的總統選舉的過程當中 沒有發生真正戰爭的話 對 那我台灣的內部選舉裡面 就沒有和平跟戰爭的選項這個問題了 那賴清德就沒有這個議題了 沒有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喊獨立要怎麼樣呢 我喊統一要怎麼樣 所以現在我來話嘛 對 所以現在變臨了一個非常 他說他身上的結界 他身上的捆龍鎖被打開來了 看起來是這個樣子對不對 對 那這個是不是今天北京 中南海當局要考慮的問題 沒錯 你在搞完以後 你後面怎麼辦嘛 沒有下一次了 一定 下一次就一定要幹啦 你不打沒有用啦 你光是打嘴炮啊 根本沒有意思 好 我們回頭過來看 中共從建國開始 1949年建政到今天為止 有沒有打過幾次應戰 唯一一次是韓戰 為什麼韓戰是應戰 因為他內部需求 他消化國民黨的部隊嘛 對 把國民黨部隊怎麼消化掉 從此以後沒有打過應戰 沒打過 他不是打過沉月戰爭嗎 不是打過中印戰爭嗎 沉月戰爭打進去以後 打進去以後 打了沒有幾百公里 就退出來 要懲罰 沉月戰爭 聽清楚喔 沉月喔 那要打為國戰爭 所以打假的 這是意思意思一下嘛 然後珍寶島打過嘛 跟俄羅斯打一下 打了一次打一打就退了嘛 共產黨的建軍作戰原則 什麼原則你知道嗎 宣傳佔七成 軍事作為在後面三成 所以他先嚇你 所以共產黨的習慣就是先嚇你 所以他真正的 到今天的到建國 他七十年來 現代化的 軍隊現代化到今天為止 有沒有打過一場現代化戰爭 沒有 沒有實戰經驗嘛 一場都沒有嘛 他真的有把握 能夠在台海打一場戰爭嗎 他不敢嗎 非常大的風險啊 我現在問題現在 好 我們現在談政治問題 要來談嘛 你的意思說 他就像李鴻章的北洋水師 吹得好像是當年整個 亞洲最強的艦隊 結果一碰就掛了 看碰到誰了 看碰到誰了 碰到我們中華民國國軍的話 可能他會占便宜啦 碰到美軍的話就不一定了 碰到如果說是亞洲北約聯軍的話 更不一定啦 所以我想概念 問題像今天這個麻煩來了 麻煩在哪裡你知道吧 麻煩在下面一招怎麼辦 下面沒有招的話 What's next 那就有兩個可能性嘛 一個在2028年之前 真的幹一場嘛 讓大家相信說 這個賴清德會被打 對 如果沒有真的打的話 那賴清德在28年就跟你講說 就更硬了 阿公不來啦 不會啦 阿公不來怕啦 那國民黨還有機會執政嗎 沒有了吧 國民黨跟執政說拜拜 真的假的 今天的結果我已經預測到了 剛剛開始就看到這個結果 四年後就這個樣子了 政治觀點 獨家內幕 國際趨勢 財經焦點 重案解密 火線蒐集 全方位報內幕 話題不設限 我是張道合 周一到中 關鍵時刻 周六周日 決戰關鍵 單眼來上線